花蓮市代表平岛不定对于原住民议题 也提出了社团服饰的更新 聚会所的兴建 原民创业的协助 希望花蓮市公所原住民行政客 有更大的发挥空间 而陈辉清代表 则是对于地震预防措施 以及淹水灾情 道路跑铺提出了质询 花蓮市代会第八次定期会 平岛不定对于原住民议题 也提出了原住民志工服饰更新 以及聚会所的兴建案 原住民创业协助等等 希望花蓮市公所能够给原住民行政客 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市长在这次上任的六年当中 把我们花蓮市从来没有的聚会所 十二个部落里面 既然能成立落成 跟又动工到规划的 已经有将近七个 等于它执行率将近是六成以上 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但是在于是说已经落成了 这三个聚会所 它的管理的费用 跟它的设备的东西的添购 是不是由我们市工所来做一个规划 那市工所也说 这个是一定会配合 我们各个部落已经完成了 落成了 如果有需要的话 一定是从我们的建设款里面取用 再来就是说我们的志工 我们花蓮市原住民志工 啦啦吧志工队 将近五十个 非常的辛苦 日晒雨淋都在我们做一些志工的活动 那配合我们花蓮市原住民的活动 不分假日下雨 或是说大太阳 但是他们的制服 都已经大概四五年没有这更换 希望是说这一次编列预算 刚刚客长也答应说 一定会更换他们所穿的衣服 因为实在是太久没有更换了 那么辛苦的一个团队 我希望说市工所要有一些的表态 让他们在做一个志工的时候 能穿的衣服能够舒适 也配合他们做一些表演的工作 再来就是说老人家 他跟现在已经是老子化少子化 那很多的老人在常常会走势的状况 那是不是在编列预算 能够一些定位的系统 定位器 因为定位器基本上是不用多少钱 那常常现在我们发现老人失智了 走私了 那找到的时候都已经是受伤或死亡 那我是希望在我们预算上 如果许可上 那能够能编列一些预算 让老人家在失踪 或是说万一不见了 能够很极快的能够找到他们 再来就是文件上 他们的设备跟他们的设备 这上面能够说如果说有在需求 虽然是属于原住民原委会在管辖 但是我们施工手也要试实的去 虽然是现在只有五座文件站 但是也是希望说在这一方面能够试着去关怀他们 让老人家能愉快的在固定的场所 能够有说设备上能够舒适的享用 这是这一次我要指挤的方向 而陈慧欣代表则是对于地震预防措施 以及淹水灾情 道路跑铺等等议题提出了咨询 最近我们天灾的问题 那不管是地震或者是豪大雨来讲 我们的施工所有没有什么样的因应措施 还有它必须要有一个灾后的补偿 或者灾后的一个机制 那所以说我们施工所 它必须在还没有发生这些事情之前 就必须做好准备 那让我们的民众 它可以得到一个最及时的消息 如果今天灾难发生了 然后我们天灾避不过的情况下 我们有什么地方可以寻求到资源 那第二个我在我们的那个道路的部分 像最近我们在中华路有那个道路抛 那个抛铺的部分 做到一半为什么我们接下来没有做好来 这个部分我就是代替民众 去跟我们施工所咨询 它这一块在我们永机桥前面的这一块道路 什么时候才可以再做铺设完整的部分 这个是有关乎到我们民众的一个行车的安全 这个一定要监督好 我们施工所把这个铺设完成 那最后呢 我们在那个海统的议题里面 因为现在的3C的普及化 我们很多青少年 他对于3C跟网路成影的这个部分 我是要求我们施工所能办理一些课程 让我们的青少年来这边可以有一个课程 除了远离我们的3C跟网路成影的一个状况 让我们的青少年他能回归到正常的生活 然后呢他不会因为网路的部分 然后受骗啊或者是有游戏点数的问题 然后去跟父母亲刷卡 或者说就让一些家庭上非常的烦恼 让父母亲无所适从 所以我们施工所也答应了我们在课程方面 会尽量去朝青少年的这一个课程规划 让我们青少年可以在图书馆 或者在我们的其他的管设 可以有一些课程来上课 戒断了这个网路成影的部分 记者凌桀 华林市蔡凡博导